自己很想做記者 但想想之後應該怎樣走呢 但到底我們作為傳媒出身的區議員 可不可以做得更多呢 剛結束的區議會選舉中 不少據傳媒背景的候選人當選 包括灣仔大佛口的梁柏堅 牛頭角夏村的李永山 沙田第一城的黃文圈 屯門赴身區的李家偉等 其中梁柏堅和李家偉 在反修例社會風波中 在前線採訪過 我印象很深刻的 有一次光復上水 如果大家印象有記得的話 其實當時光復上水是有警察 以盾牌去推掉了 一個電視台的攝影師 當時我就在隔離 演變到現在 越來越誇張的情況 甚至是 例如拉你鎖你 在你背部射你海綿彈 這些都會發生 其實記者我們還有什麼 身為可以多說一些話 以前我們都很依賴 看看記協那邊可不可以做到更多 但如果他們連記協都不去 都不理他們的時候 那記者怎麼辦呢 一直以來記者和警方 都處於對等的位置 互相尊重對方的專業 但這種狀態 由六月反修例運動開始 似乎已經不再一樣 前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曾經說過 我對記者最客氣最有禮貌 大家不要笑 但我們的心和警隊 真是有一個心去做好我們和傳媒的關係 但半年來連番的衝突 令警媒關係處於冰點 李家偉射下記者的身份從證 參選灣仔大佛口區的網媒記者梁柏堅 就選擇雙軌並行 透過記者、議員兩個身份 繼續監察社會 他當選之後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表示 在今次區選中 香港人沒有輸但未贏 警部成立調查委員會 全部都未實話都未有一片的話 何來去講贏 當選不是因為我成功 是可以說 我的閱讀可能是反抗的聲音大 我是作為一個議員 也作為一個記者 我可以帶到一些事情 給大家去思考 不是我給你答案 區選結果 建制派大敗 其後特首林鄭月娥 宣布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 檢視近月社會衝突的成因 但不少香港人關心的警暴問題 似乎並不是委員會檢討的重點 有一次在現場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示威者在 他們在馬路中間 大概在始創外面 又按下幾個示威者 不斷地大喊 記者不要妨礙警察的工作 回上行人路 有一個蓄龍 突然噴我們 而面前 他所有的都是穿著反光衣的記者 那次我也中了一招 你和其他在場記者的反應是怎樣的 我們很激動 他們是否有心地這樣做呢 很荒謬地 或者他們是否刻意地這樣做呢 當他噴完我們的時候 我們會想立即找噴我們那個人 問他什麼號碼 但那個人已經被其他的 即那個蓄龍 因為本來是蓄龍噴我們 已經被其他的防部警察 就拉開了 去到去裡面 退後回去裡面 我們是追究不到那件事 究竟是誰對我們這樣做呢 可能他有個行動偏好 但有時我看到他們的行動偏好 都是把一張白紙反轉了 那其實你最終是追究不到 究竟是誰對你這樣做 這件事也是令到我們 覺得是氣憤這件事 阿峰做了涉及五年 經歷了雨傘運動和反修例運動 眼見警權過大 最擔心新聞第四權繼續被壓制 人權和自由會慢慢喪失 香港會進入警政管治的時代 他們去阻礙採訪 他們去對我們使用暴力的問題 甚至說拘捕 拘捕記者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會發生這件事 第一次之後 然後再隔幾天 就有第二次 第三次 有學生記者 有藍牆記者被捕 這是我們無法去接受的 我們問過很多次 我們不只問第一次 由六月開初 到現在其實我們都不斷追究這個問題 但每一次我們都沒有得到一個很合理的回應 半年來發生的事 香港人心中有很多的疑問 但有沒有機會得到答案呢? 監警會國際專家小組的退出 獨立調查遙遙無期 社會佔見平靜 香港人會不會忘記當日走上街頭的初心呢? 而這班有傳媒背景的區議員當選 又是否可以加強監察政府的力度 令社會的公義得到彰顯呢? 雖然說區議會不是真的一個有效的組織 或者有效的架構 其實只是一個諮詢架構 但也希望寸土必爭 希望任何方法 以前我們做記者 希望可以改變到社會的一些事 其實做區議員 我想都是另一個身位做到這些事 但也許有效盡方法 都可以改變 在這裏的成績 成績的成績 進行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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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